出道13年的高以祥,拥有刚毅有形的脸蛋,深邃的垫眼,修长的模特身材,让他在娱乐圈中出类拔萃,拥有如此完美的外表。 但是高以祥本人非常低调,不炒作没有绯闻,除了认认真真拍戏之外,很少出现在公开场合。 就算参加综艺节目,也是非常真实的。那么高以祥的性格究竟有多随意呢? 从小就喜欢运动健身的高以祥,选择参加浙江卫视《追我吧》节目。 这档节目可以锻炼身体,但是节目的强度太大,难度太高,不少明星都因此受伤。 高以祥也因为录制这档节目猝死,再也没有迁就过来。年仅35岁。 高以祥录制《追我吧》猝死。网友根本不相信,认为是浙江卫视的抢救不及时,耽误了高以祥的时间。 毕竟高以祥一向非常注重自己的身体。除了《追我吧》之外,高以祥曾经还参加过浙江卫视的节目。 当时最大的挑战就是不睡觉。看谁能够坚持下来。一同参加节目的明星。就算中途再困,也不会睡住。一直强撑住睁开眼睛。 但是高以祥就不一样了。在连续录制24个小时后,高以祥在节目中说睡就睡。不管工作人员怎么叫他,都没有醒过来。 完全把节目当成了生活。当时有人骂他。但是现在回看才知道。高以祥的性格真的很随意。很真实。又怎么会因为录制节目猝死呢?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高以祥去世的呢? 好看。 好看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